歡迎收看打卡吧 我的旋復日記 今天為大家規劃了 十門一日遊 相信有在吃海鮮的韜客 對這邊我一定很熟悉 後面這個五顏六色 有點像是 不過這個其實是知名的 西班牙設計師所設計的 墨西哥帽喔 但比起這墨西哥帽 其實我對旁邊的 就是打滑蟹更感興趣 雖然它只是模型 但我光看就已經 而且秋田正式吃蟹的 季節我們趕快進去漁港吧 各位觀眾朋友啊 CDI 我們現在位於 淡金公路上的富基漁港 以新鮮的當令海產住民 於是更是請 西班牙建築師重金打造 帶著墨西哥帽造型的屋頂 遠看就像是 五彩繽紛的酸菜白肉鍋 而不是啦 我是說墨西哥帽 事不宜遲 趕快請怡婷 帶我們進去吃海鮮呢 其實我是第一次自己逛的漁港 是不是有點鬆 那個套丁也太大街了吧 還有帝王蟹 嗨... 小姐 需要幫妳介紹嗎 要 老闆 我看到你們這個海鮮 還有那個帝王蟹 我沒有看過 這麼大隻的帝王蟹 是喔 等一下 怡婷立馬幫幫忙 帝王蟹 龍蝦傻傻分不清楚 我相信你真的是 第一次來逛漁港耶 帝王蟹 超大隻的 我可以拿包包看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人生第一次 好 OK 人生第一次包帝王蟹 還滿重的耶 對 他們有沒有看到那個 知名的設計師 Sit down please設計的 等一下 老闆他會夾人啊 我有點害怕 不會... OK 這真的有點重耶 一般帝王蟹可以腳用跑的 身體清蒸 它的殼裡面有一個膏 帝王蟹的膏的話 可以下去煮鬆了 那我們要怎麼分辨 它是不是新鮮的啊 帝王蟹它的腳有沒有 你看有沒有 它很肥 你說這個地方嗎 對... QQ的燃燃有這個地方 它如果沒有漏 它就會燒下去 就是蟹肉的地方 是... 所以主要是看那個關節 對 看關節 你看這邊超紅的 很肥美耶 這邊的蟹肉都爆出來了 怡婷不擇 第一次逛漁港就找到號稱 腹肌漁港的螃蟹達人江大姐 不過呢 大姐的攤子 可不只帝王蟹厲害 其他的聖蒙海鮮 全是漁港剛卸貨的活海鮮 直接就陈列在攤位上 其實現在秋天可以吃萬里蟹 對 今天的目的萬里蟹 來 我幫妳介紹好了 好 來 這邊 就是三點蟹 露三點的就是三點蟹 有三個點是三點蟹 可以拿一下 所以拿這邊嗎 對... 拿繩子 好 拿繩子 小心不要被夾到 是 那一般都會教妳說 這邊壓一壓 對 對不對 其實我們不用壓 我們只要看這一隻螃蟹的活力 然後再定定看 其實這個季節 秋天的螃蟹都滿有肉的 可是老闆我有個問題 為什麼你們螃蟹 這個繩子都是綠色的 是你們有特別做記號嗎 其實不是 那萬里蟹它最重要 你要認出我們北海岸的萬里蟹的話 就是你這個綠繩 它就是代表它是萬里蟹 就它的身分證 對 它的身分證 人家聽到沒有 要怎麼認證價格的萬里蟹 就是看它有沒有用螢光綠繩捆綁 其他顏色的繩子可就不是萬里蟹 那萬里蟹它有三種 它有三種嗎 這是三點蟹 對 這是蝕蟹 這應該是很新鮮的 還會跑耶 蟹蟹 你看看這隻石蟹精力旺盛 正是兇親的證明 石蟳是萬里蟹中產量較少 體型最小 也是價格最便宜的蟹種 以乾燒料理就可以燒出石蟹的香氣 肉質吃起來Q彈 咬勁十足 萬里蟹是還有的 對 我們萬里蟹主軸 就是滑溪 主軸 它是主角喔 它算是主角 因為它比較漂亮 因為花蟹它的肉質比較鮮甜 對 它比較有海的味道 它真的很漂亮耶 你可以拿起來看看 它這一隻特別紅 就代表它的肉質是十分薄 對不對 你看它特別 粉嫩粉嫩的 沒錯沒錯 複甲越白越乾淨的花蟹 肉質是最鮮甜 江大姐還說 花蟹一般以清蒸料理就很好吃了 不過除了蟹 我剛才看到 你們的這個蛤蟹也太大顆了吧 其實它的肉質也很鮮美喔 就是蛤蟆的味道的鮮甜味 蛤蟆 蛤蟆 像我一樣 江大姐賣的海鮮又大又新鮮 就像是阿嬤永遠怕乖孫吃不到 就最好的通通留給妳 你可以看一下喔 老闆妳是輕功水上飄耶 對 我已經練了20年 有跌倒過嗎 對... 目前為止還沒 好厲害 對 那妳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斑馬尿蝦 斑馬尿蝦 對 妳可以看一下 其實小心一點喔 我要抓 目前妳不能抓 我不能抓 沒關係...我這樣看一下 妳用這樣就好了 剛剛有一個螳螂的角 它會把蛤蟆的殼弄過 吃魚肉的肉 所以要小心一點 妳說它會吃蛤蟆 對...它會吃蛤蟆 它把蛤蟆就這樣彈過以後 吃裡面的肉 太可愛了吧 對... 其實賴尿蝦不是走可愛路線喔 它天性凶殘 胸前還有一對 像鐮刀一樣的前腳 不過蝦肉彈牙爽脆 味道可不輸給龍蝦唷 旁邊那個龍蝦 哇跳跳都要跳出來了 可以 來 我拿給妳看一下喔 來這邊真的會目不轉睛耶 妳介紹這一個 我就看到下一個 好大隻喔 來 妳可以抓抓看 妳可以抓抓抓 這才是真的 這才是Zida Breeze 對耶 這才是Zida Breeze 設計的龍蝦裝 好大隻喔 這顆有點重耶 好狂喔 這隻龍蝦 就像是剛從海裡撈起來 一樣的新鮮 又夠亢奮啊 連怡婷都快招架不住啦 我看這隻龍蝦 應該不便宜喔 它大概有快三斤 還不到三斤 台金 這可以幾個人吃啊 這個大概六個人吃 它可以做兩道料理 就是頭的地方下去煮湯 身體的話 看妳想要吃生魚片也可以 或者是蒜泥啊 或者青草吃原味也不錯吃 它真的好有活力喔 那老闆妳今天可以幫我們挑幾道 我們來到富士魚港必吃的海鮮 等一下去料理 好 忘了跟大家說 來到富士魚港 可以在漁獲區挑選新鮮食材 再拿去附近的店家料理 現買啊 現吃最新鮮 看看現場的韜客 最發雅都沒有停下來過 請問有看到報導 現在是萬吉祥的季節 特別來這邊吃 現在記得這些吃起來很鮮甜飽滿 我覺得它的口感啊 不會粉粉的 然後吃起來滿嫩的 然後吃起來很鮮甜飽滿 老闆娘準備這一桌 超澎湃的海鮮大餐 你看它在那邊炒的時候 就在旁邊看 就要流口水了 而且我們 你看我們這邊 漁港 你有沒有在漁港 靠這麼近 我可能在後退點 就掉下去了 然後這麼近 吃海鮮料理耶 超應景的 但是老闆娘 這有點太瘋 我一點不知道 要從何開始吃起 你有沒有推薦哪一道 現在去吃 我其實 我推薦萬里蟹 因為一般客人來 他不知道萬里蟹是什麼 對 那我們就推出這一個 就是拼盤 就有類似吃法式料理的那種感覺 法式 一鳥到法國啦 對... 附近漁港強勢推出的 這道海鮮拼盤 當令海味吃豪吃滿 讓你不用到歐洲 在北海岸就能吃到啦 這個時限 我們剛才看的時候 它是黑黑的 很像九桃那樣子 對 可是它煮好之後 其實它的色澤還滿棒的耶 對 花色滿好看的 是 可是我很少吃海鮮 你就有點... 就直接不知道 搭拌一半嗎 不是... 來 我這個吃螃蟹 我來教你 各位觀眾注意啦 螃蟹達人江大傑 要來大展身手 教學獅蟹秘技 大腿的地方 這是它的大腿 對... 我們就輕輕的這樣子 把它扒開 它會啪的一聲 我聽到那個清淨的聲音 有沒有... 然後來打開以後 你看 螃蟹現在這個季節都有包 那我們會先把這一個 它的那個屁股的地方 這一個夾 這個把它拔起來 這個不能吃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這個它的這個 是這樣對不對 也可以 這樣子也可以吃 很Q彈 對...這樣子也可以吃 很甜喔 好嫩喔 對... 超甜的耶 怎麼這麼甜啊 很甜喔 因為它是吃新鮮原味的 好驚豔喔 不是 太甜了 然後再來的話 螃蟹就是我們這樣子左右 你把它 這個屁股 它屁股有高 這可以給我吃嗎 可以... 來...我教妳怎麼吃 好 妳看喔 這邊 一絲...這樣子 好不好 那妳這樣吃吃看 螃蟹這樣吃好不好 蟹肉再加上那個蟹膏 對... 直接這樣吃原味就好了 這塊肉特別好吃 尤其是萬里蟹 對 它的腿的地方 這一塊肉是最棒的 好鹹甜喔 而且我吃那個肉啊 讓它這樣吸一下 因為那個湯匙真的很多 那個清脆的聲音 我可以重複一直聽下去 在達人的指引下 怡婷是直接上演了 螃蟹開箱笑容 看得口水都直流了 怡婷 妳可不要光顧著吃拼盤 老闆還準備了好幾道 特色海鮮料理 趕快幫我們吃吃看啦 來 這一個 這一個其實妳可以就是 剛剛我們一樣這樣子剝 那妳可以連殼一起吃 這殼可以吃喔 對 連這邊的細細 這個外面的這些殼可以吃 妳就是可以去咬 看看它的那個口感 還滿香的 來 一樣是這樣子吧 對 超香的 鹹酥的感覺 就是鹹酥下去爆香 好吃 還是妳要大氣一點 對 就這樣咬 不錯 我覺得很像這樣 有點在吃餅乾的感覺 有點像吃外面那種炸雞有沒有 脆皮炸雞的感覺 對... 然後它們外面是很脆的 但是你看裡面那個蟹肉 所以很軟Q很Q的 老闆 我跟你說 我們家怡婷會被叫吃貨 不是叫假的 你看它吃得酥酥叫 就知道它多會吃 卡卡卡滋 卡滋卡滋的 好好吃喔 清蒸的螃蟹固然美味 但是如果你想來點特別的 可以試試看這道避風糖炒蟹 螃蟹的鮮甜加上蒜酥味 美味層次再生一級 雖然海鮮 螃蟹突然覺得我手指頭好好吃喔 對... 怡婷啊 妳就吃妳的手指頭就好 桌上的那盤 就通通留給我們啦 半熟蛋耶 我最喜歡半熟蛋 你看這個蛋黃 整個化開來 跟火山油鹽一樣 它有加那個枸杞嘛對不對 枸杞是讓它提鮮 對 這麻油香氣好濃喔 對 而且你們這蛋好厲害喔 怎麼有辦法煎得一面焦焦的 然後裡面另外一面是這樣子 咕咕咕咕的 師傅的技術 很厲害... 對 但我現在很想做一件事耶 把那個麻油煎對不對 對... 果然是個專業吃貨 這道麻油蛋香蟹 就是要跟蟹肉結合才圓滿啊 雞蛋的甜味能提升麻油的層次 連排斥麻油味道的人 都會對這道料理大為改觀 不一樣 太好吃了吧 但它的那個肉一樣 是非常的鮮甜 然後再加上這個蛋黃下去 還有你那個枸杞的味道 其實滿提味的耶 大沙姆它本身 它的肉質就比較Q 那老闆這道料理 我們在其他地方可以吃得到嗎 還是你們自己研發的 這是我自己研發的 因為真的 我自己做月子的時候 然後我就想說 我就跟我婆婆講說 不然我們來軟 煎一下麻油 跟螃蟹就要咬一下這樣 煮了以後 就覺得這個味道真的不一樣 客人啊 你有聽到嗎 這道獨門的麻油蛋香蟹 要吃啊 還要提前跟老闆預約耶 但你以為這樣就結束了嗎 再來這道賴尿蝦 老闆是以椒鹽調味大火爆炒 外酥內嫩鮮香脆爽 愈焦愈香 好想吃龍蝦喔 好想吃肉 對 它的肉質比 就是像在吃龍蝦 好Q喔 對 怎麼會有這麼Q的 但是龍蝦沒有像它這麼細 對 有沒有 對 然後旁邊這個邊邊的都 要吃乾淨 對 你把它拉出來 肉就直接跟殼就分開了 對 好好吃喔 而且我最喜歡這種鹹酥的 妳可以加一點 對 試試看 對 一口 對 絕配... 我超喜歡這種鹹酥的蟲 然後再搭配這個對不對 好幸福 吃東西很好吃耶 像我今天沒吃早餐也沒吃午餐 我可以吃東西 我是覺得我對我吃你的海鮮 吃啊... 很有信心 好像我煮的一樣 好像傲的感覺 一聽啊 看你吃東西 真的好療癒喔 快要弄過了 老闆啊 今天準備了 滿滿一桌的海鮮大餐 看你吃成這樣 成就感爆浮的 謝謝老闆耶 我會很好 希望妳今天吃得很開心 真的是 這個給我補很久了 今天謝謝老闆 準備了這麼澎湃的海鮮料理 好 你們可以進來吃了 你們可以進來吃了 謝謝 不要玩螃蟹 是說我們家怡婷 也不是只會吃而已 說吃完海鮮要帶我們到 黃美必去的打卡景點 有點期待喔 剛才真的吃得好飽好滿足喔 現在要好好運動消化一下 當然這一趟石門一日遊啊 我是做足功課 上網查一下網美水水 現在都到哪裡拍照打卡 當然我們第一站就來到了 石門洞 不錯嘛 從石門洞一眼望去 這裡的海岸景觀真的是一絕 美到天變 美到極致 還有一大片療癒的貝殼沙灘 太厲害了 開完石門洞 你以為已經結束了嗎 沿著旁邊的樓梯上去啊 上面的海景更是一絕喔 拍完了石門洞啊 它旁邊還有一個海上拱橋 也是很多網美會來這邊拍照打卡 不過大家來這邊要小心 因為這邊岩石的高低差有點大 小心不要跌倒了 當網美 真的是不簡單耶 怡婷才拍個幾張照片 就跟我說他累了 真的是傲美喔 算了... 比起網美啊 我看你比較適合走吃貨路線 來石門玩的人 一定對十八王宮廟一帶 十多家的肉粽店印象深刻 聽說在這茫茫肉粽海中 有一位高齡九十六歲的阿嬤 賣的肉粽是又香又大顆 CP值超級高 身為吃貨的怡婷 當然不會錯過的 阿嬤妳好 好 阿嬤 我在很紅的地方 就疲到妳這個肉很香耶 這樣嗎 對啊 不然妳吃看吃看好吃嗎 好啊 阿嬤 我剛才看很多人吃 我吃醉給妳吃看 好啊 吃看好吃嗎 妳直接加嗎 會啦 謝謝阿嬤 好 還要幫妳討 很香耶 不是 阿嬤 不是啊 我剛才看很多人吃的 妳說來找阿嬤買肉粽 妳很紅的 說在那種食館妳有看到妳 阿嬤我台語不太好 妳如果聽不懂妳就跟我講 我又說不懂 對 說得不知道 我們聽不懂 阿嬤看妳這個肉粽很厲害 可以跟我教我嗎 我沒有吃過肉粽 沒有吃過肉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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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這個給妳吃過 阿嬤 妳確定要放肉粽嗎 我們可是沒忘記 妳上次在大溪捏花生糖的慘案耶 妳包的肉粽能吃嗎 我等一下會包一顆 妳才給我打分數 阿嬤聽到有嗎 打分數喔 好 妳才給我打分數 好 妳才給我打分數 我可以打分數 我可以打分數 對 不要打分數 不能打分數 不能打分數 太大了 太大了 包不太好 這樣好… 阿嬤還可以… 拿兩顆 對 還有香菇 還有這個… 還有豬肉 豬肉 對 這樣就好了 菜脯呢 也要嗎 對 菜脯 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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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放進去 這樣嗎 對 不然不要再放進去 放進去 好 放進去 對 這還給它… 放進去 放進去 好 漂亮嗎 沒水 沒水 這樣黑布妳站起來 還是沒水 還給我一邊機會 對 我再給它整理一下 整理比較外 比較漂亮 這樣比較低 比較漂亮 這樣比較漂亮 還在這裡 還在這裡 這樣就漂亮 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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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要把它拔起來 不是這個頭 拔這樣 拔這邊 對 好 這樣再拔起來 這樣拔起來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 阿嬤 我這顆肉十幾分 沒有一百分 這樣沒有一百分 這樣差不多沒有一百分 沒有一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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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拔起來 拔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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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拔起來 對 這樣就拔起來 這樣就拔起來 很拔起來 這要給妳吃 這要給妳吃 吃下去 果然阿嬤就是實在啦 五十分連及格都沒有 好 依廷啊 我看妳就別再努力了 妳專心吃就好 乖 阿嬤 我吃我自己包的啦 好啦 自己包 我這不要壞啦 好啦 自己包給我吃 好… 好… 不要吃妳的 算你有良心 包到幾顆蚵仔含雞 還想要賣給客人 不要壞了我們阿嬤的好名聲 幸好內餡都是阿嬤炒的 賣相五十分 味道一定是一百分啊 阿嬤 妳的肉上都香了啦 妳的肉上都香了 對啊 我自己吃不知道香了 吃這個香菇 因為我吃肉粽 阿嬤因為我現在要吃那個口感 我台語不太好 我怕大家聽不懂 我先說一說一說 這個肉粽 口感吃起來 因為我不喜歡 其實我自己不太喜歡吃那種肉粽 因為太有飽足感 但是我覺得阿嬤的肉粽 就是大小適中剛剛好 再加上阿嬤的這個米粒有沒有 很濕潤 不會太乾 然後它的這個香菇香菇 有讓我很驚豔 因為你這個香菇是淡淡 不是乾的 所以那個香菇加下去 不吃一下 就是有那個汁的感覺 這個又沾肥才會炒 對 不過我要吃到那個 要吃到那個蛋黃 蛋黃台語要怎麼說 妳要吃到 兩人 謝謝 怡婷啊 妳這個破台語 我聽得不撒撒 阿嬤還聽得懂 妳們是有心電感應嗎 真的是太厲害了 兩人很漂亮 我想看看 哪像那個太陽一樣 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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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那是太陽 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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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看看妳這個 太陽蛋黃 太陽就是太陽 我來 這... 這味道好吃耶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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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次 我先講講妳好了 那個一口蛋黃 就搭配這個阿嬤草的油飯 很絕配 因為其實 我們看這個蛋黃很大顆 就很怕那個蛋黃會太乾 太乾 你就一直想要喝水 可能下面都吃不下去 但是搭配這個濕潤的香菇 阿嬤草的這個油飯 就整個很像融為一體 非常的融合 而且阿嬤的肉粽不只好吃 賣的價錢更失佛心啊 這樣一顆哪個雞 這個一顆嗎 這個一顆嗎 這個不知道幾個我也不知道 不是 我告訴你 為什麼不知道 還要說妳買哪個雞 妳買一顆哪個雞 這百塊 一顆不三十萬 這三百塊 這三百塊 我們這十八塊 妳買都沒有去 大家都三十五 四十 這樣探什麼啊 阿嬤要探什麼 探個雞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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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是佛心老闆耶 不密屠佛 阿嬤真的是佛心老闆來著 一顆大肉粽 包肉包蛋黃 只要三十五元 如果你是仙女小鳥味 也有可愛的小肉粽 竟然只要十塊錢 讓開啊 命夫其實的銅板架呀 今天買幾顆 買十顆啊 買十顆啊 買十顆的肉粽 好 好吃 OK 你看阿公 一口接著一口耶 你看我們就是 光訪問下來才幾分鐘 阿公一整顆大顆的肉粽 已經要吃完了 你看這肉粽 不太好吃了 你再次買幾顆 我看大家都一大袋好多顆 買五顆啊 很多來十八王宮廟的香客 除了準備肉粽 也會買麻油雞當貢品 據說啊 這跟山上一隻中泉有關喔 你們這裡有一個 很大隻的狗的那個 那在山上 在山上 謝謝阿嬤 阿嬤 我的肉粽吃了 然後就要去打卡 你知道什麼叫做打卡嗎 什麼 打卡就是 現在下來的人喔 出去玩喔 譬如說我現在 有的卡丸刷 蛤 有的卡丸刷 不是 上下班的打卡 阿嬤妳手這樣愛心 出去 愛心 一 二 三個一 二 三個一 二 三個一 有沒有看到我後面有一尊 超大尊的狗狗雕像 我其實已經做過功課了啦 我上網看那個IG有沒有 很多的網美都在這邊打卡牌照 我今天呢就邀請到一個 非常可愛的小來賓 我們先來歡迎梅子 嗨 梅子 嗨 梅子 我去把牠牽進來 梅子 有沒有覺得我們梅子 跟後面的狗狗雕像有點像 我們這個網美照大挑戰呢 就是因為IG上 有很多網美都會帶牠們的 可愛的狗狗 是不是 然後呢 牠們就會來讓這個 柴犬住在這邊 然後模仿後面這一尊狗狗雕像 但是因為我們的梅子年紀還小 有點活潑 妳看牠現在有一點太興奮 所以讓牠坐下來是一個問題 所以是一大挑戰 我覺得很難 梅子 然後主人對牠很沒信心 好自在喔... 一天 算妳厲害 還知道要帶梅子來拍照 替妳的網美照加分 但是啊 我看小梅子 應該是不會乖乖坐在那邊 讓妳拍照 就讓我們接著繼續看下去 好乖喔 天啊 成功 怎麼又哭了... 妹子 你真的很給怡婷面子耶 等一下下通告 記得要去找牠領食盒罐罐喔 牠不給妳 就咬牠 沒有啦 開玩笑 人家梅子啊可是個性好 家家好的乖狗狗耶 好可愛喔 沒有 你怎麼懂牠啊 這也是我們最棒的景點耶 是 對啊 我們是口中 全世界是最高的狗狗 你看我今天還有帶梅子來 就說你們這個很紅 很多網美都來這邊拍照啊 是啊 是 妳好聰明 好厲害喔 當然 我做過功課了 這個點是最棒的耶 目前全世界最高的 同志的狗狗就在這裡耶 在打卡 全世界 對 主委實在太可愛啦 這一人一狗啊 畫面看起來有狗療癒 這一座落在半山腰上的 巨無霸黑犬雕像 除了外觀造型吸睛 背後啊也藏著一段 中犬的故事 相傳清朝年間 有十七個人和一隻狗 渡海來胎遭遇海難 漂流到石門的前華裡 當時啊 唯獨船上的狗狗信免 但是狗狗見到主人街王 也跳入山腳下的墓穴中 一併合葬 號稱是台版的中泉小八 守護著當地的居民 我們這邊的人啊 身體都非常健康 沒有人都得到什麼癌症之類的 什麼什麼什麼核輻射性之類 都沒有的 就看豬尾就知道啊 對啊 當然啦 豬尾真的是越看越眼熟 怎麼覺得他有點像 彌勒佛 笑名笑名 看到他牙不由自主的 也會跟著笑咪咪耶 是說怡婷啊 我看你來這邊的目的 應該不只有拍照打卡吧 聽說你們這邊 很多人來這邊求財的 有... 是不是有些秘訣啊 我們這裡拜拜 有口訣 有口訣 照口訣 我們你的動作 是跟著口訣一起來 好 我跟著你跟著豬尾 好...OK 他有些口訣就是說 這位看小焦太明顯了喔 怡婷 你也不要這樣虧主委 新陳澤林 廟方也是很貼心 把口訣寫在狗公旁邊 大家不用擔心 弄九頭大大樓 弄九頭大大樓 弄九生結束 弄九身結束 弄九首大富貝 嘴巴 弄九尾 癱疊鬼 好 弄九頭 SMUX 弄九氣 弄九息 accur結麻麻事 專心夢透頭 出風 台灣 都會到 念完求財口訣之後 記得要把準備的名片 放到狗公前面的盤子裡 這樣狗公才會知道要去哪裡 找你 主委 我覺得你們這個石門 真的是個好地方耶 主委你們外面有這個很大的 宗泉可以拍照 網美照 樓下又有好吃的肉皺 是 還可以來這邊求財 對... 所以很多網美學學們 來這邊就對了 跟著我們一起打卡 那應該是這樣子 沒有錯 來到我們可愛的主委 這趟石門一日遊 真的是物價個有的啊 看著怡婷從海鮮吃到肉粽 我的口水基本上已經流滿地了 讓他下次不妨來石門走走 感受一下大海的奔放 以及石門人的熱情 人生的風格 都催到 了 啊 有